后回买了大众萨辣纳 目前跑了2700公里 不想要了 打算换丰田维池 朋友说 萨辣纳后期发动机稳定性不好 到公里数肯定会大修 而且下面全都是丢的机油 而丰田维池的发动机更耐用 余耗更低 所以打算换车 以上这些是一个网友粉丝 给我的一个留言 其实这两款车质量都不错的 就这个价位这两款车的 几乎是可以无敌了 威慈的发动机确实更加耐用 可以说要比萨辣纳的更耐用 同样跑个4万公里 威慈的发动机下面干净的 干酸的 但是萨辣纳也许会剩点机油了 但是也不至于说多差 毕竟这个大众的121发动机还是可以的 出租车开都没阿斯 家用车一年能跑多少 是吧 在一个威慈 它这个油耗能低一些发动机 但是为啥它车的轻 速度超过80公里 就很飘很飘了 悬挂感觉很飘很松散 反过来 萨辣纳就更加紧致一些了 感觉自动性更好了 所以说各有两个缺点 你先别着急换车 你先试驾一下这个威慈 然后比较一下 再换也不迟 但你换了威慈 我怕你更后悔 记住了 这两款车如果是买熟 可以说就天下无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